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4.8万的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留学 然后美国那边呢 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数据 现在有将近4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 这个疫情以后相差了将近10倍 然后留学费用方面呢 你如果孩子在美国的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 或者纽约大学这样的学校上学的话 那现在基本上一年的留学费用要花50万 甚至是七八十万每年 而你去俄罗斯留学呢 可能一年几万块钱 连十万人民币都花不了 所以呢 你不要看一个人他怎么说 你要看他怎么做 他的脚才是最诚实的 闭嘴 没问题